作班单品里面其实最实用的就是包包 今天呢先分享最百搭 最不挑人 最能搭出风格来的绿色包包 Edit Mod 这只很明亮的青草绿色 它是一只属于春夏的包包 作为一个刚刚诞生没多久的青蛇品牌 这只包的细节还是挺经得起腿敲的 体格的压纹的处理 金的装饰 而且我很喜欢它就是很贴心 这个包包每一只嘛 它都配了一些不同的包袋 大圆珍珠就非常的俏皮 很富 更酷一点的这个金属锁链 可以进行迭代或者是替换 自己最常选的金带还是它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夜下包该有的样子 今天我身上的穿搭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可是只要一背上这样蚕色的包包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在穿搭上其实是有花过一些心思 这一只 是我的好朋友冰雪设计的 经典应用了牛钗包的形状 这只包包妙就妙在它的颜色 它在这个常规的橄榄绿里面 稍稍多加了一点点的灰调 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高级 偏莫兰丁一点的这种绿色 它跟裸色放在一起也会非常非常的和谐 拿到时候 我会立刻爱不适手的一只包 就是这只 JWP的 这只包包我就觉得太可爱了吧 是用了这种比较软的皮质 但在皮子里面都塞了这种很柔软又弹性的填充物 所以整只包像一个小枕头 它的手感跟所有的这些包包都不一样 很像那个云朵包 它是真实的就是很像一个玩具的手感 这里做了一个这种非常非常可爱 然后还有童趣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个色系跟绿色绝配 登登 就是大地色 你看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 它会看起来特别的和谐 它其实就是走一个像大自然偷师的大动作 就你想象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 是不是很像那种沙漠里面的一片绿洲 我还有一个单品 登登 Off-White的一个穆勒高跟凉鞋 它的颜色跟这只包包是一样的 甚至连鞋子前面这个部分的这种质感 都跟这个包包是一样的 虽然它完全来自不同的品牌 可是也太和谐了吧 我其实是从这只包开始爱上了绿色包 然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是这只 它其实是一个Chanel Vintage 这只就是一个完美的绿色包包 它的形状金绿配色包 它的包包链 还有这个大小 它是一只没有缺点的包 不管你是用背的 还是像这样 用手拿 不很好看 它都可以成为你全身搭配的一个 优雅的点睛之笔 我会一直喜欢它 这只包包呢 太特别了 它是我在洛杉矶一个超级漂亮的 买手店无意中发现的 Diamond Dogs 钻石狗 首先它是这种完全是硬质的 它的包身按不动按不动 其实你们发现了没有 跟绿色另外还有一个好搭档 就是金色 然后给你们看的这几只绿色的包包 这个 这个 这只 这只 其他都是用了金色跟绿色做搭配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 穿了绿色的衣服 不知道怎么搭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妨用一点金色夹在里面 可以把华丽复古感拉满了 最后这只 Tom Ford 的一个超级大信封包 这一只其实 在它的这些细节上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Tom Ford 的一贯坚持的这种 现代 不惠魔灯 然后很强势的这种绿性的形象 首先这个纯正的橄榄绿色 姐姐才驾驭得了的一个气场非常强大的颜色 其实它是一只一包两梦 用作单间的话它都是有点像一个打信封的感觉 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你可以把它这样翻折下来 就是当一个手拿包来用 两种不同的背它的方式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一些场合 比如约会呀 开会呀 然后包括上班啊 它也是用很经典的一个滤金配色 学到哦